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其实不如新竹桃源一带 可以利用港口设施直接用滚装船输送重型装备 台军希望把云豹装甲车放到驾门口 以此为蔡英文出逃争取时间 其实只是求得一种心理安慰 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对于蔡英文及其民进党当局多次鼓吹所谓大陆威胁论 企图以武获赌 以武巨统的做法 国台办在例子打选中都说过同样一句话 那就是以武巨统死路一条 别忘了这句话不仅国台办说过 国防部也说过